时尚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二月去世 生前操刀的最后一场时装秀 五日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登场 打造成一个冰雪世界 大秀开始前 全场默哀一分钟 接着播放老佛爷的录音档 老佛爷的声音缭绕大皇宫屋顶 仿佛他没离开 还在后台盯着每一个大小细节 台湾艺人桂伦美和徐伟明也都到场看秀 西班牙女演员潘尼洛普克鲁兹 穿着羽毛迷迷裙 带着笑 手持白玫瑰走上秀台 向老佛爷致意 这场法国时尚精品时装秀 原本是由艺术总监维吉尼维亚 大与世事的老佛爷共同操刀 现在只剩他一人独立完成 在开秀前 所有模特儿都站在台前 来宾们也通通静静地坐在位子上 全场默哀一分钟 接着播放老佛爷的录音档 让他的声音缭绕在大皇宫屋顶 仿佛从没离开 最后在大卫报意的英雄 一曲中大秀画下句点 所有人流着泪起立鼓掌 模特儿通通走出来泄目 不少人更是忍不住落泪 这是一场没有老佛爷泄目鞠躬的舞台 现场气氛哀伤 台湾艺人桂伦美和徐伟宁也都到场看秀 艺人桂伦美 我觉得今天香奈儿的秀 应该对所有的朋友跟来宾 都是一场别有意义的秀 徐伟宁身穿林格文夹克 里面配上品牌logo系肩带 桂伦美则表示自己特地穿了黑色大衣 来缅怀老佛爷 许多各国品牌大使都现身 像是克利斯丁史都华 日本艺人小松蔡奈 以及韩国女团BLACKPINK JENNY也都到场 参与这场老佛爷的最后盛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